小朋友,熊爸爸上個禮拜去動物園玩喔 在動物園裡面有好多好多的動物喔 有大象,有獅子,有長頸鹿,還有熊貓更為熊 嗯,但是讓熊爸爸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種動物 叫做河馬 哦,河馬,河馬很常見啊 他不就是有兩顆大刀的牙齒,還有兩個大刀的鼻孔 然後泡在水裡有個胖屁屁,把嘴巴張得很大嗎 嗯,為什麼熊爸爸對河馬特別有印象呢 因為我們今天要講的故事就跟河馬有關係喔 有小朋友說,跟河馬有關係 那他應該是很特別的河馬吧 沒錯,他是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河馬喔 有多特別呢 嗯,熊爸爸給你一個暗示 他會飛 哎喲,好特別喔 那為什麼會飛的河馬可以在故事裡出現呢 而且他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就一起來聽看看吧 飛行河馬維克多 河馬維克多生了一對翅膀 不過這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翅膀喔 因為就連一隻肥蒼蠅的翅膀也比他的大的多了 但你可以想像得到 小翅膀長在一隻大河馬的身上 看起來是多麼可笑了 本來啊,維克多有點難過 因為他跟其他的河馬長得不一樣 但是過了不久 他發現翅膀也有好處啦 這樣他就可以到處去遊歷啦 他決定依靠他輕巧的小翅膀 飛到廣大的世界去見識一下 但是他應該要去哪裡呢 有一天 他漫無目的的在空中飄著 飛過一朵大白雲正巧 一架飛機哄咄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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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咄不停 但是他可不是剛出生又不懂事的小娃娃 所以他很快就知道該怎麼辦 維克多一屁股坐到飛機的鼻子上去 因為那裡沒有煙喔 機長抽著他的大煙斗 領航員看著窗戶外 嚇得吞下一整瓶鎮靜劑 空中小姐只說 喔我的天啊 就暈倒了 從這以後 旅途上一路平安 飛機沒有再出什麼事 維克多搭了這一趟便車 很快的就到達了多霧的北方 現在 維克多終於可以好好的觀光旅遊了 他像一個仕途老馬 先去逛超級市場 人們還以為他是市場派來度顧客玩的布偶 所以也沒有人特別注意他 但是相反的 維克多卻對廣場上一隻害羞的鴿子 有很深刻的印象喔 這隻鴿子剛從籠子裡掏出來 和其他的小鳥在一起 他們都被維克多嚇了一跳 維克多決定到鄉下去呼吸一些新鮮的空氣 因為啊城市裡實在是太擁擠了 在鄉下 蝴蝶比他以前見過的蝴蝶小得多了 不過飛的還是一樣慢 他們沒法子飛得比維克多還快 有一天 維克多在櫻桃樹上藏著香甜的櫻桃時 遇到了一隻剛從籠子裡掏出來 名字叫做蛋黃的金絲雀 自由的感覺真好 蛋黃正準備好好享受他的自由 蛋黃慫恿他的新朋友維克多 做快飛和很危險的俯衝動作 結果啊 胖胖的維克多失去了平衡 無法立刻刹車 他的頭撞倒了曬衣繩 上面所有的衣服都掉到了地上了 而且維克多還以屁股撞破了雞窩的屋頂 天啊 真是一場大災難呢 今天我們到此為止 蛋黃說 回到你的窩裡去睡覺吧 可是我沒有窩可以睡耶 維克多很為難的說 做一個啊 蛋黃說 當然囉 用小樹枝搭窩 對你是沒有用的 你那麼重 於是啊 維克多就拔走了鐵軌上面的枕木 用粗粗的枕木搭了一個窩 天啊 這真是一件要不得的事 有一列火車剛好經過那裡 失去平衡 衝出了軌道 幸好那裡附近靠近湖邊 泥土比較鬆軟 火車陷在裡面 沒有人受傷害 而且大批的救難隊很快就到了 維克多有了窩 但不幸的是 他把窩竹在一個煙囂頂上 這樣人們可以很清楚的看見他的窩 而且還有在這個窩上面的這隻大河馬喔 農夫叫來了警察 下來不然我們就開火囉 維克多不覺得他有什麼不對啊 還送給他們一個飛吻 但他不想離開他的窩 因此警察警告無效之後 真的開了火 砰 但還好只打到了避雷針 沒有傷到維克多 最後維克多終於明白 不論是在非洲或在這裡 只要人們的臉仗得很紅的時候 是真的會氣得開箱的 這時他只好趕撿下來 以免屁股中了一槍 你最好不要在窩裡待太久 但狂說 否則你會常常被抓喔 因此 他只能躲在山洞裡 說他們以前發生的有趣的事喔 喔! 這是個不錯的地方喔 這就是個不錯的地方喔 熱帶的地方 熱帶的地方也很不錯喔 蛋黃喜歡到南方 但他的胖朋友卻顯得不慌不忙 原來在這陽光不足的地方 有些事情把他迷住了 那是什麼事呢 嗯 這個問題很快就揭曉了 有一天 維克多和蛋黃去做低空飛行的時候 維克多摔得鼻青臉腫 疊得非常的重 當他恢復清醒過來的時候 看到一件讓人驚奇的事情 在一堵牆上 有一幅廣告 猜 報告上面是什麼呢 是一隻迷人 面帶微笑 同樣也有翅膀的河馬小姐 他有翅膀耶 跟維克多一樣 哇 這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啊 他是著名的 葛羅比歐納馬戲團裡的芭蕾舞星 名字叫佩托妮娜 現在沒有什麼事情可以阻止得了 維克多了 呵呵 我要去找他 他高興極了 用力揮動翅膀 不久就到了馬戲團 天快黑了 但這卻難不到他 不一會兒 維克多就找到佩托妮娜的棚車 佩托妮娜被關在紅色的欄杆圍起的籠子裡 當他們兩個目光相遇的時候 維克多覺得自己的心跳 噗通噗通噗通 跳得好厲害哦 他沒有費太多的力氣 就搬開了欄杆上面的鎖 佩托妮娜紅著臉 帶著讚許的神情 依偎在維克多的身旁 快樂地離開了馬戲團 就這樣 兩隻河馬比翼雙飛 很快地消失在地平線上 成了一個小黑點 維克多順利的帶著他逃走了呢 維克多和佩托妮娜回到了大草原 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不久他們有了一隻會哇哇哭鬧的小河馬 當然也長了一對更小的翅膀哦 至於蛋黃呢 很自然就成為他們一家最好的朋友 這一群朋友 一天到晚到處遊樂 好快樂呀 小朋友 聽完維克多的故事 你覺得怎麼樣呢 嗯 好像有一些地方可以學習 但有一些地方好像又不可以學習 我們來看看吧 嗯 熊爸爸覺得可以學習的地方是 維克多啊 雖然他跟別人不一樣 跟別的河馬不一樣 有一對小翅膀 但是他懂得利用自己的不一樣 去尋找自己的世界哦 就這樣他找到了他的好朋友蛋黃 還有找到他重要的另外一半哦 那維克多不可以學習的地方在哪裡呢 嗯 像是他要去見他的窩的時候 把鐵路的木頭拔掉了 其實那很危險 會造成別人受傷 而且也會造成別人麻煩哦 另外一件事情是 他把他的窩搭在別人的煙囪上面 會讓人家的煙囪不能通風 這樣煮飯的煙全部都會摧毀龍夫家裡 當然別人會很不高興啦 所以啊 在我們想要學習維克多 去探索世界 去發展自己的優點的時候 也要小心 不可以造成別人的麻煩 不可以闖禍 不可以自私哦 嗯 加油加油 好啦 那我們今天故事就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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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見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